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名字叫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人们喜欢这样介绍他 说这是一所总书记来过的学校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胡锦涛考察北京第八十中学 亲切看望师生员工实地考察学校工作 帐五九十许 胡锦涛前往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更是使命 在胡总书记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 一九五六年 这所学校就成立了 他和新中国一起成长 一九七八年 伴随着改革开放 他成为北京市重点中学 和北京市对外开放单位 改革开放四十年 世界五百强 各国大使馆 北京CBD围绕着他 八十中 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见证 在中国 在北京市 我们是率先开展国际教育的学校 发展本身就具有极大的魅力 吸引着世界的各国的人们和青少年 2003年 我们成为北京首批招收境外外国留学生资质校 这也是中国国际教育的开始 全球化的浪潮 中国贡献的国际教育是怎样的呢 所谓的教育理念 其实来自本能 来自三十多个国家 五百多个孩子 组成学校的国际部 与全校的数千名孩子 是属于地球的宝贝 要爱他们 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智慧 诠释了超越人类意义的爱 我们提出 一人一天地 一目一自然的教育理念 国籍只是孩子们在这个星球的出生地 而每一个孩子 本身就是一个星球 每个人他对于世界都是独特的 那么我们尊重每个人的个性 为他的成长创造最好的生态和教育空间 2006年到2017年 11年时间 我们将全世界三大顶级国际课程全部引进 A-level AP课程 终身教育 全人教育 国际事业 是IB组织教育理念的关键词 2017年5月 我们通过国际文凭组织审核 正式成为IB国际学校 一个月之后 我们又通过美国先进教育认证组织 Advanced评审 成为亚洲第一所中国部和国际部 被同时认证的学校 引入呢 不是单纯的就是让它在这儿照搬来用 我们希望把我们国外的学校 先进的资源理念 然后带回到我们80中学来 然后让它本土化 在这儿生根发芽 世界顶级国际课程与东方智慧相遇 成为一个课程设置的金字塔 又幻化成从地球事业和人类情怀 为地球孩子设计的发光的树 从必修课程为主干的树枝上 生发出科技人文和身心健康的树枝 诠释了生态教育的理念 从进入校园的第一步开始 所有的地方都是大树的样子 连接着属于每个孩子自己的独特天地 培养有理想 强体魄 会学习 善合作的创新型人才 只是一个起点 孩子要成为他天生的生命状态 最壮丽 最美好的表达 从一个比划 一次奔跑 一起起跳开始 生命的旅行开始了 国际部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班 国际学生语言班和学历班 与全校的孩子一起 通过必修课 选修课 和社团活动 获得大树赋予的生命能量 这是在上学 也是在寻宝 在探险 老师们是为之世界的向导 我们创造一切可能 是为了让孩子 连接他生命的每一个可能 学生他只要有需求 有兴趣 比方说有三个学生 五个学生 需要都会支持 都会给开起来 每个孩子都根据自己的好奇心 编织自己的课表 开始自己的旅行路径 每一次上课都是神奇的开始 每一次上课都连接到人类的初心 他们会遇见知识的大海 遇见未知的山峰 遇见智慧的明月 有时 他们自己也成为河流 金棚科技团 艺势玉社团 陈光文学社 金帆管乐团 诗歌节 合唱节 国际风情节 校园飞仪展览 职业佳年华 人工智能日 一百多种选修课 和五十多个社团 以及应和着生命节奏的节日 孩子们连接自己的世界 也连接着外面的世界 发现这个世界有什么 为什么 还能为世界做什么 老师不再像一个老师 更像着我们的朋友 老师很生气 在这里面看书 我会觉得我自己会很舒服 我觉得我同年过得满开心 和孩子一同生长的 还有老师 我们首先注重教师的师德 只有这样他心中充满爱 他才会去以爱 预爱 老师们也在学习 学习孩子的语言 学校提出 有心灵教书 为深刻而教 为有效而教 有新教师研修班 然后之后有青年研修班 还有这个高级的研修班 也就是总共六年才能毕业 然后一些老教师 特级教师 甚至是正高级教师 来给我们分享 他们的一些经验 不同学科的穿插过程中 我们也会学习到很多 全国范围内的 同课异构教学活动 不同学科老师 同上一节课 中外老师 同上一节课的探索 教育的语言 每一刻都在跟随孩子的状态 在更新着 我们怎么能培养出 这种快乐 自信的这样的一个学生来 给学生更多元的一个空间 去展示自己 去成长 去实现自我 Stand培训 世界教育专家 马扎诺培训 给我们带来 世界教育的事业和境界 那八中的要求是达到 长安区 甚至说北京市 甚至全国 都要领先的水平 到世界去学习 每年派二十名老师 去牛津大学学习 我们学习爱的 一万种表达方式 因为爱 让万物连接 将学校变成一个世界 这是天地间的大树 拥有人类智慧的人都在树上 带领孩子们探索世界 给孩子们带来人类 时空历史的智慧 外交使节来了 世界五大洲的教育专家来了 世界著名大学的招生官来了 平均每年一百多次的外事来访 向蔓延的树枝 带来整个世界爱的连接 我们还和世界五大洲 十九个国家和地区的学校 建立友好姊妹学校关系 我们跨越千万里 一起踢球 一起玩耍 一起演奏一首歌 同跳一支舞 我们八十中学全体的学生 都应该能够具备一种 跟世界交流和对话的能力 不仅请进来 让学校成为一个世界 我们也走出去 让世界成为我们的学校 那些全世界能给予孩子 智慧和力量的地方 都是课堂 我们和这个星球上 美好的人和事相遇和连接 我们见过天下 才知道什么是天下的担当 北京故事变成中国故事 变成世界故事 我们在北京七九八举办摄影展 我们的发明创造 获得国家乃至国际的奖项 最初的好奇心 成为献给世界的礼物 我们将这一会带到世界机器人大赛 将歌唱带到国家大剧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带到维也纳金色大厅 艺术家们很特别 他们来自中国北京市 第八十中学的金串 艺术团的同学们 因为富有创造力的发明 我们的名字还被命名了太空中的小行星 只要有爱 所有的空间都是空间站 剩下的毕业典礼上 让我们骄傲的 不仅是近百分之一百的国内大学一本升学率 不仅是他们几乎全部拿到英美加澳国家的名校录取 不仅是国际部学历班的外国孩子 全部考入北大清华等著名大学 让我们骄傲的是 他们以最自然的方式成长起来 和那些曾经在这里生长的校友们一样 带着探索未来的勇气 为这个星球的多元与和平 贡献着他们的生命色彩 2012年开始 我们成立了八十教育集团 有了六个分校 还有了雄安校区 在这个星球上 我们有了更多和孩子相遇的机会 更多这样的机会来了 2013年 我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 2018年 由中国国家科技部 在我们学校举办的论坛上 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老师和孩子们聚集在一起 给我们带来黑眼睛 蓝眼睛 绿眼睛里的世界 因为一带一路的契机 我们开始新的生长 昆明 文明世界的春城 亚洲五小时航空圈的中心 2017年 我们在彩云之南 创建北京八十昆明校区 我们的学校 位于昆明市 关渡区 罗斯湾片区 130多亩土地 10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 四季如春的大地 在等待与孩子们建立 前所未有的全新连接 拉住了国家的一带一路发展的机遇 另外一个呢 就结合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的特点 以学生的发展为我们的目标 云南是中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 世界多元文化 与中国多民族文化 在这里将获得怎样壮丽的融合与创造 万物将怎样生长 教育的玉 在甲骨文里的写法 是一个孩子出生 母亲的子宫是孩子的宫殿 世界也是孩子的宫殿 孩子会在这个宫殿里 不断获得新生 也更新着这个世界 愿所有的孩子 都能出生在永恒里 当我们与中国西南 东南亚 亚洲 整个世界之间的全新连接开始展开 我们初心如故 这个职业呢 是一个用自己全部的爱 不计较金钱地位 它总是能平等地 让你去善良地对待每个人 我喜欢这种感觉 越做越觉得这件事很神圣 越做越觉得充满了敬畏 总觉得怎么努力好像也都不够 因为我想让每一个人都变得快乐 去美国的康奈尔读大学 创造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 I want to go to Beijing University 活生于热爱的海洋事业 我想成为东北的医生 Maybe educating people Freme school是MIT Whatever way I can I like to w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快乐地活着成为一个很快乐的人 我爱发誓 我也爱地球和人类 欢迎你世界世界欢迎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